在这个单元 我们要讲的是Excel函数系列里面的 011 AND函数 AND函数基本上来讲 它的意思就是说 在AND函数里面有很多个参数 总共有255个参数 那每个参数 就是每个条件 这每一个参数有每个条件 然后都是Tree的话 那就传回Tree 那如果其中 只要有一个不是什么 条件不是Tree的话 那就是要传回Face 那举例说明就是像你下咖这里 AND瓜胡 B2储存格大于等于90 C2储存格大于等于90 D2储存格大于等于90 E2储存格大于等于90 F2大于等于90 这5个储存格呢 就5个条件 如果 都 大于等于90 的话 那基本上就传回什么 Tree 那如果其中一项是 小于 90的话 那就会传回什么 Face 是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那我们可以到Excel这边来看一下 在Excel这边呢 你基本上看 我们这写了 有没有 AND瓜胡 B2大于90 斗点 C2大于90 D2大于90 E2大于90 F2大于90 有没有 把它分成几个参数 5个 5个参数 代表5个条件 5个条件 然后注意到一件事 它传回来什么 Face 因为每一个都不符 没有一个 超过90 那我们可以看这边 看到 G5储存格 我点超乎函数 这个对话方块 你会看到 第1个 B5是大于等于90 对 Tree E5大于等于90 Tree 有没有 其他三个都是什么 Face 都是 不符合的 所以它就还是Face 有没有 那如果说 G3储存格 你看它 它基本上 每一个都是大于等于90的 都是Tree 所以它传回来结果就是什么 Tree Tree这个函数 所以基本上来讲就这样子 然后呢 我们的题目是什么 如果5颗接90分以上 则为斑模幻生 那我再说它是斑模幻生 所以在这个公式里面 我们就改成干嘛 前面再加一个if 有没有 如果它等于什么 等于Tree 有没有 我们就是干嘛 就是 打字串 斑模幻生 注意到 文字的前后都要加双括号 如果不是的 我们就让它空格 所以两个双括号 然后再右括号 就出来了 它就没有 它不是斑模幻生 那我们往下拉 公式就算出来了 没有 这里就在出现什么 斑模幻生是哪一个人 因为 它每颗都大于什么 90分 90分 就这样子 所以这个基本上来讲 and 代表的是什么 每一个条件都要为Tree 它才会产生Tree的一个结果 否则就是什么 Fac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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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